从2017年开始 隐居苏州的刀狼 便开始了对戏曲的研究 多年江南水乡的文化浸染 逐渐磨平了他音乐中 那硬朗的西域锋芒 2020年精心打磨的新专辑 《弹词画本》 彻底颠覆了刀狼 以往给大家树立的音乐人设 正如他的名字一样 这是一张很有江南乐味的专辑 因为刀狼在里面 运用了很多苏式戏曲元素 在歌曲《斗扣盒子》中 平弹曲域中惯用的 跨小节连异线超长乐曲 这种句式表面听起来 节奏略显松散 但右声道里搭配着老弹词里 五声调式的琵琶乐剧 就显得无比惬意 左声道奠及他 强力五和弦扫弦的存在 让歌曲听起来一点也不老派 反倒有了一种摇滚青年 拎着吉他 在老姑苏走街串巷的异境 而在这种全新的音乐探索之中 刀狼也主动放弃了 他1.0时期 那标志性的B7唱法 高声部分 多是运用传统戏曲中 淡绝儿的小嗓 比如歌曲《还魂散》 主歌部分高于C3音以上的 是采用假声或真假声的混音完成的 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 五线谱直观的看到 在歌曲进入副歌部分 几乎整段都采用了这种小嗓来演绎 而且戏曲唱腔里 惯用的快速三度下滑音转音也多次出现 也是把歌曲里那种淡淡的 忧愁哀思刻画的唯妙唯笑 歌词里的青灯落尽长安雨谷 道琴一道无情 孤鹏芳汇难度也颇有些李清照的韵味 在传统戏曲中 还有一种节奏技巧叫散板 即一种速度缓慢 节奏不规则的自由节拍 我们知道流行歌曲一般都是有固定节拍的 四四拍 四三拍 六八拍等等 而散板的节奏就很灵活了 可以试乐剧的长度 情绪的走向来随机调配 歌曲至真的主歌部分 就是采用了这种节奏性 排列一下它的每一个完整乐剧 我们就不难发现 它的拍数都是不一样的 散板最明显的好处 就是不需要过多考虑 每个乐剧的字数运脚 所以就为歌词的故事创作 而留足了空间 我们上期有讲到过 刀狼喜欢将民间传统的音乐形式 与西方各种流派的音乐元素做融合 1.0的刀狼是以新疆音乐为探索的起点 2.0的它则是把传统戏曲当作了新的实验 第一类是五声调式加戏曲唱法 加西方音乐流派的结合体 比如歌曲《梨花落》 旋律是五声音阶 编曲是EDM电子流曲风格 不仅使用了延迟的震荡音效 过滤了低频的高通滤波人声 还采用了自动排音器 即把一个Look切割成细小的 16分音符甚至32分音符 制造出一种音乐节奏的稀碎感 副歌部分依旧是小嗓唱腔 古风愿味试作 歌曲《画传继》同样是这个逻辑 五声调式乐剧和摇滚著名鼠节奏 前呼后音 续曲哑声以摇滚黑嗓 此起彼伏 让歌曲的情绪如精雷一般顿挫有力 而第二类则是用戏曲唱法 直接演绎西方音乐流派 我们看歌曲《对安阿姐》 前面一段是充满哀怨的手风琴 俄罗斯小调音阶 悠闲自在的伦巴节奏 副歌部分就开始 使用假声和三度下滑音 转音来表现 在看2021年刀狼创作的最新专写 世间每个人里的歌曲《奇台三十里》 你能在主歌部分听到 刚进有力的摇滚节奏型 能听到略带幽怨的布鲁斯音阶 而在副歌部分 不仅这种假声和转音 再次出现 横贵八个小节的跨小节连线超长乐剧 也再次出现 同样 同样在世间每个人这张专辑里 还有一首高分编曲作品《风潮向西》 这首歌的编曲设计非常有电影配乐的感觉 不仅配器丰富多变 而且立体感极强 段落递进的很有层次 主歌用轻微的古典演奏着布鲁斯节奏 用戏剧唱法演绎着五声音阶 副歌电子派的氛围铺底 加上一个模拟人生的电子合同器音色 构建了一个New Age的音乐气氛 歌曲的两次监奏也都使用了我们前面提到的自动拍音器 一个是用在伴奏上 一个是用在主旋律上 又给哈密和阿勒泰的上空叠加了一次EDM音色的神秘色彩 如今的刀狼已经年过五旬 曾经那个行走在西北大地的音乐铁汉 也成了和蔼可亲 不修边幅的隔壁大叔 早已淡出公众视野的刀狼 依然坚持着自己的音乐创作 虽然他的歌曲越来越小众 很少再像当年一样引发热议 不过没有了那些嘈杂的纷扰 能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安静生活 对一向低调内敛的刀狼而言 也未尝不是一种确信 就像他在《牢山海》里所唱的那样 放弃自己曾经征服过的诚意俱落 而选择了另一种结果 也许正是因为命运的海洋太过辽阔 害怕相爱的人从此漂泊吧 这边的海洋太厉害怕相爱的人从此漂泊